第一名嘴李瑞英退休后拒绝带孙 却被儿媳妇威胁说 不带孙就不给养老 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看完转发分享出去 值得所有人深思 李瑞英是我们很熟悉的央视主持人 已经退休好几年 享受着清闲幸福的生活 可就在近日被爆出 李瑞英和儿媳大吵了一架 儿媳甚至冲到李瑞英家中 指着她甩下一句狠话 不带孙就不给你养老 一时间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各大群都在传 李瑞英自己也在网上透露了真实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 李瑞英本想着自己活了六十多岁 如今退休享清福了 于是和老伴抱了一个去三亚的旅游团 这样出门长途旅游也还是第一次 没想到的是在出门旅游前三天晚上 儿媳怒气冲冲地抱着孩子来到李瑞英家中 开口就指着她问 是不是一定要去旅游 是不是不打算要孙子了 甚至甩出一句狠话 你可以不带孙子 以后等你们老了 我们也不会给你养老 如此话语真的是太让人心好了 后来李瑞英还是坚持去了旅游 并且郑重地对儿子儿媳说了一段话 第一 带孩子不是我的义务 带也只能算是勤奋 不给你带孩子是本分 第二 我有自己的事情 而且年纪大了 给你们带孩子也力不从心 第三 给你们带孩子就要跟你们一起生活 以后肯定矛盾不断 第四 我生儿养儿已是耗尽精力 现在退休了 只想到处走走过几年清静日子 以养天年 这番话也引起了全国中老年的感慨 都在称赞李瑞英做得太对了 其实这世上 所有不愿意委屈孩子的父母都在委屈自己 怕孩子压力大了 所以穷尽一生买套房子 怕孩子受委屈了 所以劳心劳力伺候月子 怕孩子分身乏术 所以二话不说照顾孙子 可到头来 竭尽所能却换来的是 子女一边依赖 又一边嫌弃父母 对父母既没有感恩 更缺乏尊重 如今戴孙焦虑症 早已成为了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病 无意中看到一篇戴孙瑶 觉得无奈又好笑 在这里分享给大伙看一看 老人看完有感悟 年轻人看完就明白老人的苦了 戴孙烦 戴孙难 戴孙不能出门玩 戴孙苦 戴孙累 戴孙没有辛苦费 洗衣脱地没报酬 有失癌怨没理由 孙子生病更犯愁 但是害怕眼泪流 碰见儿子低着头 碰见媳妇摇摇头 戴完一胎接二胎 不知何年是个头 戴孙就像保姆公 身心疲惫不轻松 你想不干放不下 香火歹靠孙接踪 只要家庭能和睦 吃苦劳怨不邀功 中国特色好传统 世代相传民族风 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如果你也赞同 李瑞英不肯戴孙的态度 也觉得这首戴孙瑶十分有趣 不妨多多转发分享出去 给大家都看看 值得所有人深思 希望你不要独自一个人 看这个视频 转发分享到所有微信群 大家看到会感激你的 同时希望又有所爱 老有所养 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能被儿女们温柔对待 幸福度过晚年 转发传递 感恩感德 都能被儿女们温柔对待 不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